大家好 我是老沃陈教授 哈喽 这八十点 你的 三八地 八十点 爸爸妈妈在睡觉 妈妈 妈 妈 阿光 这户快没阿光啊 好 嘿嘿嘿 给人来 这户快没阿光 这跟来的皇帝的 暖啊 欢啊 今天有一个情敌 过来聊拜西 他是这样的来地 他是这个男孩子的一个朋友 是认识拜西 他就跟他说 他说这里有妹子 这里的妹子呢 指的是未婚的妹子 于是这个男孩子就骑着摩托车过来看 就问到拜西家里了 他见到了拜西 他就问 他说你们这里是不是有妹子啊 然后拜西就说 有一个我妹妹是妹子 当时孩子有14岁 这个男孩子又问他 他说你是不是妹子呢 拜西说我也是 然后不久以后 A来了 拜西就去A家里玩 这个男孩子就说 我能不能跟着一起去呢 拜西就答应了 然后 然后我来了 我就也来到了A的家里面 我刚来到A家里面 看到有个男的在这里 直觉告诉我 肯定是情敌的性质 我也是有点尴尬 当然我和他是不可能有什么交流的 但是我看到有情敌在这里 我也是想着怎么样能够争取到拜西 打败情敌 于是我一方面 跟拜西有比较多的互动 另外一方面 也不失时机的 展现一下 所谓的经济实力 但是很遗憾 这个男孩子 他怎么样也不走 就跟我耗着这里耗了两个小时 他看我和拜西互动这么多 就当没看见一样的 到了最后 这个男孩子要肥去 他的摩托车停在拜西家门口 拜西就支开我 送他一下 送他一下 我看他们去的时间 稍微有点长了 我一个我也想回去了 再一个我也想过去看看情况 于是后来我也来到了拜西家里面 这个男的还没走 我继续跟拜西互动 最后终于把他熬走了 后来这个男孩子他是怎么来的 这个来的就是拜西告诉我的 他说 他到现在也还没有问这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也没有留联系方式 而且他问了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告诉他 他说很快就要去万象了 就是这么个情况 今天算是我在老窝第一次直面 美女的直接竞争者 我今天是一个非常的紧张 然后心里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我心里不爽 归不爽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 美女嘛 她总是有追求者的 因为这就是生活 今天好漂亮啊 这龙舍等你得了 这叔叔说的 看看马龙舍不撒一面吧 这龙舍等你按了 我买了 买了点菜 买了点菜 等一下再踩这个厨房 今天马尖靠 谢谢 爸爸好吧 她妹妹还做到半条凳子给我做 今天我又来拜西家里玩了 也过来了 她真的好漂亮啊 穿了裙子 女性装 快她叫给大家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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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四季节目 这五季节目 可以多一个终于四季节目 这五季节目 这五季节目 那五季节目 就是四季节目 我不是四季节目 我不是五季节目 我不是五季节目 就来五季节目 呃 呃 这个贝希 今天老是要支开我 把我带走 引起了我的怀疑 我说 你的房间里是不是有男人啊 他说没有啊 于是打开窗子给我看了一下 确实也是没看到里面有男人啊 哎 他家这只小狗 蛮漂亮的 哎呀 啊 人家喜靠人喜带呃 没 我不来 撒了 那是 这不撒泥 我不撒泥 呃 这有个盖子可以抹 呃 回了 这不很娘 不丁就 不丁就 啊 泡面不油啊 油 不油啦 嗯 嗯 嗯 这个A的爸爸在弄这个鸡笼啊 把它修剥一下 这养鸡用的 它家里也存放了好多的干材 这个应该不是买过来的 可能是自己去外面找的 哇 这边笼子里面也是小鸡 好可爱的 这边全部都是鸡 这边两只好像是斗鸡 它这个斗鸡 有时候可能是上百万一只 还有斗鸡的交易买卖 这边一个菜园 是A家里种的南瓜 昨天我也来A家里了 但是他家里种我是吃南瓜 后来我是没有吃饭 有事就走了 这个地方可能是A家里 关牛的地方 这个可能牛也不多 没有小弟家里的牛多 这是A家里的院子的后面 老人家里家家复复的一个不小的院子 那个竹子那边是没摸 这里新栽了一棵桃树 这个桃树我还是挺熟悉的 这边也栽了一棵 还有浇水过的痕迹 老窝人家家复复都有的这个洛阳铲啊 这个很方便的工具 这边的麻烦了 妹妹帮了个凳子给我做 这个A的妈妈在生活啊 我来给你皮肤 我来给你皮肤 她还傻合 我去皮肤 我来帮你皮肤 我去皮肤 我去皮肤 这是我的家 我去皮肤 你买多少 我的家 他买多少 我去皮肤 我来个家 你正在买多少 他买多少 我去皮肤 你不让我买多少 我把鱼肉 你经常在买多少 我买多少 我沒有看到這樣,他是在外面的位置,跟他們看看 你沒有啊? 他沒有在外面見面見嗎? 今天站在外面見面嗎? 我沒有在外面見面見面的位置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想要什麼 我看到我們不是 她是在外面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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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我沒有看到後面見面的位置 没有啊 嗯 突然快别人快些 先扑们让你快点挨 就不喝太了的 没有啊 快个火 这个火啊 叫皇帝 嗯快个火 这个火我娘叫皇帝 嗯 没有啊 走了 走了 走了唯一吧 一百个台 一百个台 嗯嗯嗯 哎呀 他们老人他不喜欢那种大刀 都是跟这个小刀啊 这肯定不善于抗骨头啊 哎呀的妈妈炒菜 他总是用个这个煮物片炒菜啊 他有锅汤他反而还不喜欢用 哎呀在切包菜 哇他们切的包菜好细的 他可能不是来炒肉的 啊上次金主啊 上次A1000美元 现在已经到账了 我征求了金主的意见 我是这个钱是 只能用来花 给他学什么技能的吧 他说是的 他说不建议他买那个 什么冰箱啊 床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 谁扫了 哎 不会扫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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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金主他是非常支持A 去学个什么手艺啊 或者学习的 他说如果钱不够还可以增加一点 昨天我和A商量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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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店里面啊 师傅的水平不是很高 他倾向于去分山湾学习 但是 去分山湾的话 要吃啊 住啊 几个月 可能这个钱也不够 加上学费 而且A去分山湾学习的话 拜西他有点舍不得 他说 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家里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家里了 因为 到时候 去分山湾学习的话 妹妹也会去学习 其实老挝女人 老挝人 大多都有学中文情节啊 拜西也想去孔子学院学中文 A也想去 然后 达拉也想去 但是也是没钱啊 而且拜西的话我也不想他去啊 因为 毕竟我这边也还是离不开他 昨天最后A商量 就是去学那个餐饮 做那个冲那个 可能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决定去学习那个 然后 拜西就 帮着我 做自媒体 诶 那家吧 那就当小动手烧了 那样 宽娃等你不对我 那样 对我吧 好 他这个脸上这个 痘痘有个好了 他这个巴不知道会不会消失 好 巴西啊 巴安教啊 菩萨奈坤啊 嗯 叫面黄拉面吧 嗯 他们叫后方了 哦 我感觉他在 哎呀 跟妹妹他们打架到 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他还是 正优势的一方 有点 有点大姐的味道 他们好像对他也听他的 刚才在他家里 他老是安排 也把我带走 我就故意不走 他非要安排 也把我带走 我就以为有什么玄机啊 然后才看了他的房间 你叫我两个 好 我叫面黄拉 可可黄拉 叫黄的 嗯 叫面黄拉吧 诶 诶 诶 快把奶粉粉 诶 奶粉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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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南瓜汤还是吃起来可以啊 有点甜味 哎呀有点的海洋 不能脱汗了 哎婆婆要有个要有八杆了没有吧 那不得婆婆买吧 一松三匹 一松三匹 别人都炖的 你都炖的吧 大哟 快去把鼻子炖的吧 来 没发信 家庭苹木家不炖的 啊 嗯 他没炖的 他没稍微炖的 他没稍微炖的 一 那3个 一 一 都要不炖的 2-9 退呈 9-10 但是 2-10 你们学你学生的 英语怜已经使你看了 你还好吗 提供他 1-10 你们学校啊 什么 提供他 意识 日吻那 姐姐好 诶 喂 其实这个人聪明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啊 真的是绝对聪明的人 他一定是能够挣得到很多的钱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 其他的就是一般的聪明 和别人拉不开距离的 那样大家就是都差不多 这位怎么给你啊 嗯 嗯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嘛 我会怕是老 哎呀 很久别人不晒洗门啊 不明晒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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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腹了 我看你腹了 腹的腹 嗯 均点的腹哦 嗯 然后腹 喝不出现了拿购啊 喝掉啊 然后什么呢 喝掉啊 喝掉啊 更叫谁腹了啦 放开这个 放开这个 嗯 快换下 没了 没了 快停下 这马鱼来嘛 没了 马鱼板 快给马鱼来嘛 这马鱼来嘛 他买的 没有了 我这个 这边是A的房间 A的床坡是在这里 这个房间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有一个自制的简易的床 这边一个房间里面并排有两张床 他并不是两家人睡在这里啊 不然的话太尴尬了 还是他哥哥他嫂子睡的其中一张床 另外一张床是有客人来的时候 就可以睡那里 这个对面有个门点的背面 就是A的爸爸妈妈住的房间 他这个安排还是蛮合递的 他这里有一大饲料 这个是为鸡为猪 我看一下A的妈妈做什么 她是粉碎这个大面还是什么 这是糯米 它来粉碎一下可能是喂鸡吧 也可能是人吃的 爷的爸爸修补鸡笼还没有修好啊 干支的家伙尽 他这个也给钱呀 两千老币 人民币一块钱 要粉碎一下 我回去以后 和白希打了个电话 我说要明确一下 我和他的这个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白希亲口承认 他爸爸妈妈确实有那个意思 就是想把白希嫁给我 但是白希本人呢 却从来没有表过态 他的说法是 他的弟弟今年结婚了 他做姐姐的是 不能在同一年结婚的 这是苗族的分俗 但是我今天追问了他 我说 你爸爸跟我提这个事情的时候 怎么没听他说这个理由呢 白希说 他再问一下他爸爸妈妈 然后他又问我 他说我想几月份 要他 不过没过多久 他又打电话给我 这下结果是 他成功都说服了他爸爸妈妈 我和他又是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要等到明年了 今年就不谈这个 在一起的事情了 我心里很失落 我说 还有这么久 要是你不要我了怎么办 他说我们天天在一起 他要找男的也找不了 他说就这样先相处着 我也电话也没有办法了 只有先这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